正说 隐说 君是妙法 为什么要学佛 学佛是让你们救度众生 不是只为自己 只有救度众生 你的果位才能上去 你的境界才能提高 果位越高 救度众生的境界也越高 如果只知道救自己 其实你已经没有能力救度众生 没有能力做功德了 比如你天天为自己念经 实际上是你自己欠债太多 来不及还 你怎么去做功德呢 又怎样救度众生呢 就像自己挣的钱都还债了 哪有钱来帮助别人 度众生是我们的目的 怎样度众生呢 首先 要破邪立正 破除邪的东西 即破除不正的东西 才能在心中树立正能量 只为自己的利益 去做事情就是不正 所以 要把思想上肮脏的东西 全部破除 才能成为正 当你破邪立正之后 你的智慧就会慢慢产生圆融 佛法上叫定会圆明之相 也就是定下来之后 智慧就开了 就圆融明白了 比如 有些人的脸 你一看就知道很聪明 而智商有问题的人 你一看就知道傻傻的 定会圆明之相非常重要 是你破邪立正的结果 辩才无碍 就是嘴巴去讲 用智慧去论述 比如 旧人劝说别人修心 你嘴巴不会讲 别人提出的问题 而你如果没有一种能力去讲 明明是真理 有的就会越变越不明 嘴巴有变数能力 叫变才 无碍就是没有阻碍 你们去弘法 如果嘴巴不会讲 这个法如何弘呢 一定要无碍 就是你的嘴巴讲佛法 讲得特别好 没有阻碍 这点很重要 一个人要具有很多本领来弘法 要有智慧 要具有大无畏的精神 大无畏就是把自己忘记 不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如果这个人在弘法 不论是正说 隐说 实际上都是妙法 正说 就是正确很严厉地说 直接告诉你 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在这里 为什么用隐说 而隐说 叫反正话 今天想把这个人讲通 你可以用很多种方法 引导他清醒 如果用正常的方法 不能让他清醒 你可以用另一种方法 也就是说 你今天想把这个人讲通 让他信佛念经 有时讲话 要引导他去想 比如 医生告诉病人 如果你这个病 如果不好好医治 以后会引发什么什么重病 这个医生说的没错啊 但是 正常的医生 是不应该这样说的 因为说了 病人心里会怕 会有压力 对有些病人 不能这么说 但对有些病人 就得这样说 因为有些病人 根本就不理解医生 不相信医生 如果不讲严重一点 他就不会重视自己的病 正说 隐说 君系妙法 如果你真正的目的 是为了救度众生 说法上 有一点隐说 也是妙法 因为当你 真正想救这个人时 你必须要用尽你的方法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但是 这里面 要有一个原则 叫主因根正 即 你主要种下的因果 你的根 是正的 就是 出发点 是好的 稍有一点隐说 没关系 人要有信念 如果发心症 就会有一系列的妙法 下面 给徒弟说一下 学佛的根基 中下根者 文法时 会有大反应 大反应 是现代化 中下根者 就是 修为一般 不是太好的人 称为 中下根的人 根 就是你的根本 是你前世 所修 带来的修为 中下根的人 一听到佛法 就会有 大经部 及 经口 就像 师父在说法时 如果说到 有些事情 根基很浅的人 他们听到后 会恐怖 当你有想法 有表情时 你的根基 是浅的 就是给 中下根者 红法时 你劝说他 学佛时 他会很诧异 原来人间 还有这种事情 然后 会惊恐 当你劝人 学佛时 就是要让他 有些惊恐感 比如 一个经常杀生的人 你告诉他 某某某 就是因为 常杀生 如何如何了 他听后一惊 然后 就恐怖了 感觉自己 不能再做 这些事情了 你这样 是不是救了他 对那些 中下根者 就得 用这些方法 让他们 彻底 明白 觉悟 才能改变 老子曰 下世闻道 大笑之 不笑 不足以为道 就是对 缺乏悟性 见识浅薄的人 听到道 就大笑不止 表现出 鄙视 绩笑的语态 是因为 道 理论高深 不容易理解 如果人人 都能理解 轻易接受 那就 不足以 成之为道了 很多法门 讲道 其实就是 修心学佛的 一种方法 只是 教法不同而已 师父教你们 做人处事的方法 安详 是处事第一法 千退 是保身 第一法 寒荣 是处人 第一法 撒脱 是养心 第一法 是养心第一法 她 有一种方法 小笑 是 一种方法 是 一种方法 Wald